暗之地刘转 刘转呢 本来只是一个地方诸侯王的命 但年仅三岁的冲敌夭折后 梁继为控制皇帝而选择了他 从此 他的命运随之改变 刘转及皇帝位之后 梁太后依然以皇太后的身份 临朝称治 而朝政呢 基本上控制在梁继的手中 梁继这个人呢 专横跋扈 无所不为 引起了一些正直朝臣的抵制 以太尉李固为首的一些士族官僚 纷纷上书批评梁继的所作所为 力求矫正实弊 但这都遭到了梁继的打击和压制 梁继在朝廷上一致气势 气势凌人 不可一世的样子 这使得年仅八岁的汉之地看不下去了 一次朝会中 他当着群臣的面叫梁继是八虎将军 以表示自己的不满 梁继感到了一些害怕 之地这么小就已经如此聪明 又是一朝之主 如果和李固等人联合